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神盾局特工第二季第九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毕说剧 上集说到 在将从小虐待自己的父母和哥哥杀死后 沃德选择加入怀特阵营 斯凯的父亲医生也将封建杯主动奉上 但他的真正计划是为王妻报仇 原来 此前被怀特弃尸荒野的神秘女子 就是医生的妻子 三个心怀鬼胎的人坐在一起 开始密谋一个恐怖的计划 镜头来到神尊寮六号 此时的斯凯正在被噩梦困扰 梦中的寇森和梅琳达将一个女婴遗弃 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斯凯坚状只能大声呼喊 不料 下一秒 他的双臂便开始叹化 惊慌失措的斯凯瞬间从噩梦中醒来 可他总觉得有什么坏事即将发生 没时间思考太多 神盾特工们马上迎来新的任务 之前找到的神秘城市坐标 就位于波多黎各圣虎安的地下 便写得知 九头蛇正打算将封尖杯带入其中 以制造暴恐袭击 虽然仍不知道封尖杯的运行机制 但只要赶在九头蛇之前 将神秘城市炸掉 这场危机便会自动消灭于无形 可还没等众人开始行动 意外出现了 镜头来到十分钟前的温哥华 正当雷娜向梅琳达抱怨 神盾局限制人权时 却被对方墨镜下的伤疤吓了一跳 原来这是此前脸被垫糊了的33号特工 他奉怀特之命来请雷娜喝茶 意识到不对的雷娜拔退就跑 不料大街上也有追兵 慌不择路的他只能听从热心路人的指引 一头扎进神盾特工比利的怀抱 就在下一秒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可救人的特工却说 自己名叫萨姆 是比利的同胞兄弟 在听闻九头蛇正在试图绑架雷娜的行为后 扣森意识到了不对 看来雷娜身上一定隐藏着秘密 于是特工们兵分两路展开行动 梅琳达、斯凯和亨特前往温哥华接应雷娜 其余人则呈昆士喷鸡机直奔神秘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 临行前迈肯和莫尔斯进行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谈话 大概内容就是 他们背着前夫哥亨特干了某件事 眼看二人就情复燃 迈肯担心事情败露 此时的亨特并不知道自己疑似头顶绿光 他们已经抵达温哥华 正在分头解决九头蛇手下 斯凯负责带着雷娜离开 却遭到33号特工的拦截 无奈 他只得让比利和雷娜先走 两个女人之间的对决就此上演 几乎相当的二人打得不可开交 斯凯的情意绵绵拳也变得势不可挡 更何况还有亨特出手相助 33号特工很快便失去反抗能力 还没等斯凯松一口气 得知医生带着方尖杯投靠九头蛇的雷娜 又开始闹幺蛾子 此前我们已经得知 方尖杯实际上是一把开启神秘城市的钥匙 只要被选中的人手持方尖杯进入其中 就会发生非常牛批的事情 目前已知的幸运而终 只剩雷娜一人存活 想明白九头蛇计划的雷娜决定自投罗网 或许还能混个九头蛇头目等等 好在梅林达及时开车将追兵撞翻 让雷娜的小心思胎死腹中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 暗中观察的33号特工正在向怀特汇报情况 雷娜体内的追踪器已经暴露 怀特当机命令手下进行破解追踪 等到破解完毕后 将神盾局众人一网打尽 画面一转 来到波多黎各的圣虎安 由于莫尔斯利用美人计 成功获得当地政客支持 炸毁神秘城市的任务也变得简单 可扣森依然坚持让菲兹和西蒙斯仔细勘测 争取将损失伤亡情况降至最低 这让莫尔斯十分感慨 对扣森的景仰也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另一边的看待现场却气氛凝滞 在电灯泡麦肯主动离开后 西蒙斯决定和菲兹好好谈谈 却听到了一个意外消息 眼看自己的后遗症始终不见好转 自暴自弃的菲兹决定离开实验室 去当机库修理工 两个曾经的亲密搭档即将分道扬镳 不由得让人唏嘘感叹 可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完成 对地下神秘城市的勘探 为了确保安全 菲兹控制小型探测器飞入洞穴 不料探测器很快便失去信号 其他电子设备也无法在此时使用 无奈麦肯只得亲自上阵 独自一人进入身不见底的洞穴 另一边逃跑失败的雷娜 正在与斯凯促席长谈 他试图扭转斯凯对医生的不好印象 便向对方讲述封尖碑的来源 传说中有蓝色天使坠落天堂 其实就是来自外太空的克里人 和银河护卫队中的审判者罗南同族 他们留下封尖碑以寻找继承者 所谓的神秘城市其实是一座外星神庙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被允许进入其中 擅自闯入的外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雷娜的话让斯凯大为震惊 他赶忙联系扣森停滞探索行动 却发现沉顿616号已经被九头蛇的战机封锁包围 随时都有被击落的可能 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愁煤柴烧的想法 众人只得暂时妥协 把雷娜交给为九头蛇效力的沃德 不料沃德竟然提出买一送一 并保证不会再对神盾局616号出手 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斯凯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斯凯选择跟沃德一起走 另一边的麦肯还不知道神盾6号上的危机 他已经到达洞穴底部 却无意中触碰到地面上的神秘图腾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 并在他的掌心留下烙印 巨大的痛苦让麦肯忍不住痛叫出声 守在洞口的众人健壮赶忙将他拉出洞穴 不料下一秒麦肯突然双目赤红 宛如斜身附体的他一拳将寇森打飞 就连冰冻枪也无法让他冷静下来 寇森只能死死勒住麦肯脖子 差点被甩进洞穴 关键时刻 莫尔斯即时出现 将麦肯直接电晕 可他随即跌入洞穴深处生死不知 劫后余生的众人只能将洞穴暂时封闭 麦肯就像被人夺射了 看来这是一个魔窟 与此同时 怀特博士正在听33号特工汇报任务进展 雷娜已经成功到手 他们随时都能开启外星神庙 但沃德买一送一后放虎归山的行为 还是让他大为恼火 怀特当即下令启动备用计划 一定要将神盾撩6号击落 先报个小仇结结恨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剧的 别忘了订阅我